您是从哪来的 江苏 您是从哪来的 江苏 江苏 您是从哪来的 江苏 您是从哪来的 江苏 您是从哪来的 江苏 您儿子在北京工作 稍等一下再开个电影 我不是做电影的 哦 做电影 做电影 太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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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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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儿 瞬间就觉得 这个世界都是广难的 哎 忘了啊 哈喽哈喽哈喽 小伙伴 今天我们来吃的是一个叫 虾爆扇的一个面馆 它藏在旺京这个地方 旺京是个神奇的土地 每次进来都会掉下 但是啊 这里边有很多好吃的 最近我们找了好几家都在旺京 先点餐 老板 你家这个面有啥推荐的吗 我看这个焦头 我是不是可以点各种焦头 搭配在一起 可以的 有的 两个人点十多个焦头也有的 两个人点十多个焦头 你觉得点几个焦头 你觉得点几个焦头 我点十个我们点二十个 这样吧 我点个虾爆扇拌面 红烧大牌焦头 狮子头焦头 再来个猪肝焦头 我点了四个焦头 怎么样 等等 还有一个叫白斩鸡 他们家的白斩鸡据说很不错 糖醋小排再来一个 这还有个莲武汁 点个莲武汁尝尝尝 选好了 我觉得这个小油菜很传神 所以现在他把这些东西都夹上去 虾爆扇拌料 猪肝 再来个大盘 把这个就像眼睛一样装饰在这 像不像一张脸 怎么样 艺术 近了望京你就有七九八的气质 怎么样 这么一碗面吃下去就很有满足感了 而且说这个夏天人是吃拌面 冬天吃汤面 这边有虾有青菜 然后再加上一点扇鱼 看来这是这个扇鱼 像这个油菜在这就特别的妙 就像我那么一大盆 焦头还有肉 白斩鸡 什么糖醋排骨 看到这颗油菜的时候 我心里就慰藉了很 就觉得不管怎么着 我吃上蔬菜了 我今天不是特别醉了 这是这个扇鱼 它这个扇鱼其实做的很Q弹 然后扇鱼的骨头还在 吃起来咯吱咯吱的 它跟我之前吃炉舟腰味 那个川菜馆做的那个风味扇鱼 不太一样 那个入口是酥软 跟那个汤汁啊 还有那个辣味的感觉 这个其实有扇鱼本身的那个感觉 然后还有扇鱼的那个弹花和那个骨头感还在 这就是狮子头啊 其实我觉得 它这个狮子头我觉得做的一般嘛 地道传统的狮子头做的很费实了 但是这个事吧 它变成城市化的这种东西之后 它就没有那种温瓦的感觉了 比如说你妈给你包的饺子 和你丈母娘给你包的饺子 很明显你妈包的饺子好吃 但你丈母娘要是问你 饺子差别的了 其实你也说不出来 它就是这种感觉 它就是这种感觉 刚才包的饺子头 你丈母娘包的饺子 你丈母娘包的饺子 这外面的饺子 好吃 这是那个大排啊 它家的猪排其实吃起来 炸的有点干 可能主要是为了给拌面去 所以点这种大排这个面的话 还是得注意搭配一下 这咋着吃 然后这个藕汁其实是超出了我的预期了 喝的时候很解渴 而且还带着圆吼的那个 就是生吼的那个味道 还让我想起它欧粉圆子 暧昧 那种感觉 现在尝尝这个白斩鸡 它白斩鸡还可以 它白斩鸡应该属于比较地道的 这种苏南口味的那种白斩鸡 没有那种很浓的什么麻呀 但是你看它这个汁调的吧 就是咸甜鲜 很温锐 我最近这个手真是不行了 就是夸什么吊什么 不是它超过三秒了 它违背了三秒原则 再吃一半鲜汤 糖这个 糖醋小排 想起了无锡 我觉得这就一般话吧 一般 它入口它那个酸味和甜味没有特别入味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它家这个猪肝这个焦头还可以 只说也饱满 它没有那个鲜味 很酷的 今天年龄差不多到这儿了 摄像这个鸡 还有这个小排 留给摄像小哥 他们一会儿自己在各自点面自己搭配DIY 但是你看 我其实是不是对象特别好 坑都痛了 糖丸了 那大排吃的我 它是把我噎出工商了 但是 下报膳 绝对推荐 坏了 今天没有什么暗示 那怎么办 我想一个 你看 你看这条腿 我跟你们讲 孩子们 看人 就跟这个看腿一样 你看这有三块肉 三 是吗 什么意思 对吧 虽然有点强行 但是你们就凑合一下 拜拜 可以吧 您说你干电影的 我突然特同学 今年还好有这个店 没事 挺弱